正正的菜箱飄出来了 土城青山里志工们正在忙着准备午餐 颜色丰富的菜色而且色香味俱全 让社区里的长辈大饱口福 土城区青山里定期举办老人共餐 已经将近一年的时间 每个月聚餐两次 最让阿公阿嬷期待幸福时光到来 刚开始起源是因为我们的 朱律仁市长来响应老人共餐 结果我们现在办了以后 很多的老人家因为年轻人上班 他们家里面是很孤独没人照顾的 但是呢我们老人共餐以后来说 他们非常来这边 非常高兴的来吃这一餐 这温暖的一餐 很好 我们大家吃得脆脆脆脆 都高兴啊 很好啦 真的很好 他很用心 很用心在办这种事情 我们大家都很勇意参加 很感恩啊 里长姚伟华陪着银法长辈 齐聚活动中心和老朋友来共享美食 分享生活的大小事 让一顿午餐变得更有温度 也为老年生活添加乐趣 刚开始的时候锅碗瓢盆瓦斯炉 什么等等全部都要钱 那变成说里长自己吃饕腰包 那后来呢 一个人我们收30块 其实根本不够啦 那每一次都要差不多贴三四千块钱 那这个就是里长也是要自己出了 反正钱不够的都是里长出就对了啦 不错啦 现在每个人都要 因为一国有两次嘛 第二个 第四个 每个菜都很多 菜籍都很多 还有后面有三千年赞助 很好 银法足共餐的方式 由里长发起来照顾长者们用餐 可让他们在自己熟悉的环境当中 感受左邻右舍的好感情 中佳新闻林立如刘帆刚 读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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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